既然警察抓走我的朋友 抓去818 就是国军专门关精神病患的地方 那时候他准备要当兵 他本来的工作是开车送佛经 但是他就开车撞进兵好的店 所以在818待了8年 我是没有去过818 被抓去818是很难受的事情 会很痛苦 818日本时代就有了 后来阿扁给他保护力 他保他出来 他在这里 走在新莊 走在新莊路上都會被吐口水 鄰居都叫他笑了 他還被國中聲鬧 去工作的地方查他的店 他現在在做家庭代工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現在也四十幾歲了 我是沒有被關過 因為我退伍之後才開始被陷害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是不是很紅 被編到民進黨的黑名單裡面 可能是查到我沒有去投票給他們 也不會講台語 所以被陷害 我也被政戰學校的欺負 他們很多人晚上跑到我家來鬧 半夜在我家的窗戶外面發出摩托車的聲音 不讓我睡覺 我爸他們應該都睡得醒醒的 所以都不知道 他們還會叫附近的小孩幾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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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